不管是搭女警还是搭金克斯都可以 是 还是先想女警 一场女警 那在没有了垂直的情况下 金克斯这个点 我觉得金克斯和黄子的右线级都很高 这个组合 对线推线来讲的话 金确实推不过 选了一个想对线压制一下 这把杰克发了 我上把对线遍开 那我这把的话打回来 是的 后期打得出张害也仅次于立位 这场继续拿出格温 格温来去减纵的恶语 那双方阵容抄定 那这样双方阵容确定下来的话 方塔斯这里依旧是后期多合的一个阵容 但不能一波被消耗太多 不然的话就会存在被跃塔风险 对 这么这个血线确实有点危险啊 北川想过来尝试一下 尤其上路是有引燃的呀 要跃 看一下谁先来扛卡呢 让你别人套上引燃 直接造成了击杀 同时奈特这边踢过来 好像也留不住 在塔下想二打三尝试一下 这里要被反开 卓这里加了一个闪现 回去有GP GP然后 EQ直接挑起航 航加速自己的闪现 拉开身位 两个GP啊 卓这边是没闪现走不掉的 点了个球 加速上来直接捡卓 卓这里应该是走不掉了 是提前预读到了 可能会被月塔的情况下 跟中上提前沟通 这个TP可以尝试 嗯 那也是赶紧把上路线推了 闪现 B闪现 咬住 看后面 小天 在闪现EQ的距离不够 可惜 放手买回小田 这个小田这个位置 小田看 以为意识到呢 先扫一下 看见了 他后面 哎 北川这个 北川想跟过去 被瑞兹反手 一个EW给定住了 最后下人头 只有瑞兹给拿到 哇 瑞兹等级起来之后 推线速度来是特别快的 对 开车 海克自量 卡下 卡下 在接华彩 但是小天就在身后 这波也没有后续 反正再消耗一下 北川也来 好 这边的话 是用肉身 保下这半个肚层吧 七分钟 只掉了半个肚层 放炮下路 放炮下路对象 是非常成功的 对 而小田刚好EQ到龙里 这时候他技能是 处于CD的状态 哇 被迫交闪了 没办法 没有意儿 这里 确实 没有想着迈一下自己吧 还等到自己的 三个队友过来 对 队友离得远 小田的一个旗子 还有两秒钟 但Night这里没有闪现 被拉到 眼睛看到 又想对 重度手 先清兵 但是第一时间没清掉 总之太脆了 没有回家补装备的呀 同时Night赶过来 有机会吃掉小老虎 小老虎 有没有机会喂一下去 没有机会 Night收获这个人头 这一波FUN PLUS 是有这种 踢踢绕后的眼位的 小弟图上也一直在拼 我先进 开启大招 先行留人 卓士没人走不掉了呀 有闪现了 两个都锁不掉了 每次来都两个TP 谁挺得住 是啊 想要挂一个 但是A不出来呀 这种时候就是心急 吃不了热豆腐 就是你前线没有推到时候 你后面更不该 就是马不推呢 这个小天机 现在没有赶过来 而且这个让后的 这个眼位 确实没有排干净 对 FUN PLUS这边的一个 对下路的这种 也不能再去下路支援了 所以只能接受换上路的支援 感觉又对Zoom有想法 Zoom身上是没有闪现的 但是这一波 表现我们又肉又有伤害 这一波是有大招的呀 没有给到助攻 人头是给到Zoom进行了一个单杀 来看一下上路的这一波回放 这一波主要是TP亮起来之后 其实就知道这一波月塔会出事 北川已经第一时间先撤离了 这场Night对上路 应该是加上这次要支援三次了 算说前两次Night 关于这个英雄等级起来之后 还是可以扛一段时间呢 抓住了一波扛 大招走位扭开 EQ直接挑起盖大招盖的是北川 北川这里比较灵活 反正反而是高瑞这里给大招拉死了小天 反正静也开大流人 一枪带走了Zoom 闪现过来晕 晕住了高瑞 但是看见状况不妙 直接招一进的向后拉开 方普拉斯这里重追猛打 有一个爆炸果实 大招开起之后弹了滚 但是被林伟销在里一枪点死 我感觉背后搞心态了 被投资的比较多 但是收效甚为 是 反正大了 来的想尝试逃了一波敦服啊 但是高瑞 他的最友就在旁边 嗯 那他没有闪现啊 自己这个位置感觉走不掉 是因为这一折越 他他没有大招 哇 这群折越还可以 发出大招还差一点 但是我这里是个跑酷男孩啊 腰闪现 该被定在塔下了 有机会换吗 换掉 砸出来了 看着中路这里守不了的 小天就在旁边站岗 对 林伟销有想法 一Q闪 直接盖大招盖到两个 才配合上远方拉克斯的 一个大招的伤害 带走我林伟销 虽然泡泡这边中期上野 算是一个强制期 但是发育都不太好 嗯 下路抓到谁了 抓到奈特了 奈特没有闪现 被抓的 直接走不掉 被秒 这个TP想继续 想留小老虎 小老虎是没有机跑的 这波 应该有点差势难走 总是有点难走 这波留小老虎的这个意愿 是很坚决的 人头还给到奈特 这情况感觉 涛博如果不做更多的 找机会的情况 可能有点慢性死亡了 因为这样换下来的话 哎 看一下跑酷 差一点点伤害啊 还好是 卓这里用护盾保了一手 嗯 这个难道啊 只是个两性难道 撑到三性难道 刚才留下就留死了 卓克拉 这个位置有点尴尬 赶紧是交进化拉开 但是后续完又被行李定在了原地 身上的闪现是差几秒钟 没好的 除了狂风才比较的灵魂 大招拉回奈特 奈特身上是有闪的 先交一个小金身 但是这个位置队友感觉有点难救他呀 压力来到了小天这里 看能不能尝试抢下呢 大家说实话 这个位置不太好进去 哎 一天我过去进去直接干 想要抢 但是被柔化了呀 柔化了 太脆了 可是龙不在闪杀的血线呀 祖母身上有闪现的 还有大 这边应该是能走 要逼技能了 逼这个大招出来 华彩定座 攻击还是其他 对 打得很聪明 本身因为他们有进这种英雄 打大龙群的速度 没想象的那么快 是 所以他们利用套博 比较新奇的这个时候 时间利用视野叉 在草丛里敦俘 抓掉你第二个人 再来等到 光辉大招 看一下 然后冲进去 之后想抢 但是放巴子这边 挺手挺得很快 两千血直接不动了 刚才在中路的时候 耐特第一时间 那个秒表 其实也不开胶的 这第一时间可以 也就是拉开胶闪现的 也是比较可惜 起码楼火的压力 他们没有那么大了 来看一下 这波回放 屁股后面没有眼 然后排 然后排真眼的时候 也一直没有走位 没走位 对 一直没走位 像中上等会 三四件套的时候 就对接关比赛了 北传想来复制一下 小年没有护甲的 反正手惩剑一下 才没有被秒啊 是 空闹了纵 先找鳄鱼 打招也可以上 但是这波 慢溜人 方帕斯也没有 着急的去披大楼啊 而且北传绕后 想尝试开团 正面 有人走到脸上 直接一个人单秒掉了 直接去披大楼 逼大龙 小天还是想找一个机会 去尝试性的看一下 但是好像在找他 想过来先击杀小天 那这样他空到死 小天也阵亡 正面方帕斯 见小天阵亡之后 这位大龙可以直接抓掉 是的 成功的把大龙的血量 给他续住 杰克的这个甲子 感觉没有去做行手甲呀 那这样直接上高地 把高地塔给打掉了 好 这是刚才北传 就是后方秒女警的一波回发 整个下半野区视野都是空的呀 这谁顶得住 这谁 这谁顶得住确实 这波哥瑞他不在正面啊 哇 双高地址 逼下位置 主要这边是有闪现的 仔细尝试一下 哇 但这镜前面底枪打得很痛啊 最后一枪也是打到了小天身上 这种小天还好 憋出血手来了 没憋出来自己都是危险的 中路的兵线终于是带了过来 高瑞可以会合到自己的队友身旁 看一下他们 大龙Buff消失了 有点难以上高地了 上到床里他倒的也会很快 难道先把这个大招开出来 翻墙走掉 就我们两关到后面 想去找小老虎 没控住 没控制 那这样肯定要放两路了 闪现想捕捉一下花条吧 但是被闪现给躲开了 好像这里的话也是 碰了一个闪大 有点小小气 小老虎一马当机点在前面 这里盖一个大招 但是队友跟不上的话 自己已经先行阵亡了 是两个聊表站在前面迈一下 是这个又被备出来秒掉 总也走不掉 那这样的话感觉有机会可以一波了 过得时间非常久 这边上海真的太高了 这个真的是 小老虎这边可以接住了 一点一点蚕食掉了对手 上海一出了呀 小老虎踢过来之后 应该是可以顺势一波了 这边还在等高呢 这边踢 就两个鸡保证这边可以一波 我只剩康佛的中湖两人 依止不了方普拉斯支持最后的主机电 是的 那我们要恭喜方普拉斯 对吧 6 好了 Boo 好